针对高雄市近年的招商成效 五党级左南区在地议员陈山慧 在市议会第四届第一次定期大会中 向市府咨询师表示 希望科技园区在水电的提供上 除了要让进驻产业不担心外 也要和中央通力合作 并建议向中央争取用电的平衡 少一点蓝电北送 多一点绿电的超前规划 使大高雄民生和工业用电不予匮乏 稳定民心也提高产业进驻高雄的信心 包括我们现在还是缺水 但是未来我们这里的高科技 如果进来之后 我们不能再绿色一直在缺水 还缺水高科技产业 我们可能要进来进驻 这个电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包括早上高山那样又兴电了 但是我们高雄市的电目前 我们是有高用的 但是我们中央都会叫它北送 北送的情形下 我们以后产业原池绿色进驻 我们各地送的月我们电能够有高 所以我也跟市長建议 是不是可以跟中央建议 可以减量以后我们高雄市自己发的电 我们高雄市自己来赢 如果改变要配合我们中央 我们不用送那些贵 而随着科技园区陆续的设立 陈山会也提醒市府 不只土屋整治和交通动线要到位 园区内绿廊带的建构更是要及早规划 降低空气污染 完善园区的禁林碳排 提高生活环境品质 同时让进驻的产业具备更多竞争优势 陈山会进一步提到 高雄传产工业需要政府持续关心 加以辅导转型 新进驻园区的产业也要提出相关办法 配合绿人政策 共同达成2050年国际禁林排放的旗程 全球产业竞争上也具备更多挑战优势 记得李嘉隆高雄采访报导